大家好 今天我們又要開香檳慶祝了 好事成生 今天我又和好拍檔玻璃珠 又要跟大家說說有好消息 大家記得很不公道的許智峯私人檢控 今天兩單的士司機和警察都撤控 我待會跟大家說說這個好消息 另外今天我們要特別評擊《蘋果》 有涉嫌做假新聞針對懲教處和入境事務處 究竟是什麼事呢 我們和大家分析一下 節目開始之前 記住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點留言和分享給多點鼓勵我們 多謝大家 先說說好消息是什麼 真是正 這是律政司設控 他現在控告的士司機 許智峯是私人檢控兩單的 大家都記得 的士司機危險駕駛的那單 還有私人控罪警長開槍的那單 兩單都是經過律政司說 證供不夠 然後法院就批准了 是呀 大家最初聽到許智峯 竟然做這個私人檢控的時候 大家都無名火起三千丈 有什麼理由受害人變被告 有沒有搞錯 究竟那些人的良心在哪裡 我都不想問他 哪有良心的神早就沒有了 我想好像那個阿姐這樣捉著 誰來罵我都遲 我都忍不住 你說昨天的山頂 我想我看到許智峯也會罵 那單太多粗口所以我都不報 但是真的看到 大家有多痛快 對 大家有多痛快 但是這單大家都知道 的士司機危險駕駛 其實為什麼會有危險駕駛呢 然後才撐上行人路 誰知道許智峯竟然說要檢控他危險駕駛 你說有沒有搞錯 第二單更離譜 其實就是說警長被人搶槍 然後拔槍還擊 才開槍 大家看片看得很清楚 還有那個人是打他的手那一刻 才開槍的 然後他又說要私人檢控警員 其實上次我和華記也有跟大家分析過 其實許智峯搞這些私人檢控 真的被他成功就大大鑊了 因為他這樣就嚇到你死死下 那你的的士司機怎樣 整副身家拿出來和你打官司都不行 然後還可以被告到坐牢 那還可以的 那你就嚇到市民不敢和暴徒對抗 那還可以的 所以一定不能讓他得請 所以我一早就要求律政司介入 因為根據法例 律政司可以介入 拿了這宗案來做 然後就要求撤控 那果然就是撤銷了這兩宗案 那這次兩個法院 都接納律政司所說的說法 所以其實都說得很清楚的 譬如的士司機那裏 律政司那裏說得很清楚 已經考慮了警方獨立調查小組的報告和證據 包括被告的陳述書 附近的閉路電視片段等等 都指出被告案發的時候 是被人用武器襲擊 沒有證據顯示被告當時控制的的士 是涉及危險駕駛 所以根本就不應該有這樣的私人檢控 所以這兩宗都是硬來的 所以今天 律政司插手 然後法庭又撤銷了這個檢控 其實就 好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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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還有後著 我們何君堯幫的士司機打官司 何君堯就要追討 律政司機當然要 這宗案是未判的 之後就說再開庭 就這個縱費申請 再做事 希望一定要給他這個縱費 否則就可以了 他就厲害 他這麼多人幫他打這些官司 我猜他就不用付錢 但是他就想恐嚇香港市民 令到香港市民禁聲 今次大家做得好 大家一起出聲 都是有力的 好事好事 然後 許智峯這件事開心完之後 就要說一說 勞氣 我們最慶幸的 這個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 大家都知道 一向都是涉嫌經常做假新聞 做假新聞 我們經常都說 那些媒體想做假新聞 亂問你問題也可以 例如問你 有沒有和人有 有 有事 明明沒有 他都可以作到 為什麼沒有 怎麼證明我沒有 有時候沒有發生的事情 你做過這個媒體 你知道他們的手段是怎樣 你告訴大家 完全知道 所以我都不會讓他們接受他們訪問 其實通常 正常 我們的年代 譬如我們收到的報料 或者收到的消息 我們首先 就要找當事人 去做一個訪問 去求證 然後當然他說什麼 我們就照射什麼 他認不認 或者他當時反應 我們照實報道 但今時今日的報道是怎樣的呢 收到的資料的時候 不管真還是假 先出一片 之後再找你當事人 找到你了 你說又出一片 找不到你了 又說你鼻痰了 不敢見人又出一片 總之一句答就死 不答又死 總之就報大理 例如他問ABC有沒有嫖妓 他首先就說有人報料說他有 然後寫了一片 當事人都不問當事人 不問先 出了一片 即是你有沒有做這件事都好 他作都作到你有為止 然後他找到你了 那你當然沒有這樣的事 他就回答你當事人否認嫖妓 那又一片 然後他再報下去 他都可以繼續不斷炒作 如果你告他誹謗 他又跟你再做大他 所以他有心做你新聞 有心做你世界的話 他一定會找到有東西寫下去 現在我們就出現這樣的事情 你說你說你說 所以我這麼憎憑我 一件事就是 都說有了他之後 我就不做記者 就是那些人很慘 我們那時候被他寫上次 其實我們都提過了 我跟他打官司 我又不夠他才紅 所以打不夠他練 然後他就想著 我隨便寫一片假的東西 就是駁你不會去用法律的程序去搞他 所以你就唯有啞人 這個都是一向大家的方法 唯有 因為你跟他打官司 就是自己吃虧 所以他要做你新聞的話 他就咬著你不放 一米就這樣報你 我很希望香港有這個假新聞的法例 其實我一直在爭取 大家知不支持我爭取 這個打擊假新聞法 如果支持的話 大家給多點鼓勵 給多點讚好 還有留言告訴我 你支持 我便繼續努力做 還有我覺得有些事情 我覺得作為一個傳媒 我又不是說假新聞到 你什麼都不敢寫 至少有些你真的不求證到的東西 你應該要寫疑似 或者是未證實 這些大一點的terms 所以他那些什麼831 毒眼女 新屋嶺強姦 那些全部都是他作出來的 你不可以求證 他的目的就是打擊警察 其實呢 蘋果一向都要打擊香港紀律部隊 因為紀律部隊 維持我們治安和安全的基石 所以除了警察之外 最近他都針對懲教那邊 又作出一個失實的報道 他真的好笑 他就說懲教署 因為有一個懲教助理 突然被停職 他就寫了一單這樣的新聞 就說人家什麼呢 就是8月23日 他就說這個懲教人員 與在囚人士的親友 有不當交往 就說這個懲教人員 就是搞一個在囚人士的女友 這些是很嚴重的指控 可能這個懲教人員真的有事發生了 但是你都不可以亂作 最好笑就是他真的有去問懲教署 問懲教署 懲教署已經回答他 不是沒有這樣的事 但他也是照出 他也是照出 後來呢 這篇這篇 終於呢 終於就是四個懲教的工會 工會就出信去譴責蘋果日報 對懲教人員作出失實指控 即是生氣到爆 那譴責完之後 他就改了一些標題 就說懲教與懲教人員發言 否認有關不道德行為的傳聞 這樣就改一改 所以如果他現在這樣做的話 其實都是嚴重的 因為他不單止是影響了懲教人員的整個形象 他亦都令到其實懲教人員就很生氣 覺得他誤面了懲教人員 就傷害懲教人員的尊嚴 另外呢 就有一宗 我覺得一定要跟大家講得清楚些 就是他又指控這個入境事務處 今次是什麼呢 就是青山灣 大家見到就是四個入境事務處的工會 又出這個聯合聲明 就是譴責某媒體 這次他沒有開名 因為就不止蘋果 還有其他的立場 那些媒體 就說這些媒體 就指控入境事務處 青山灣入境事務處的職員 以不人道的方式 去對待一些拒絕領取膳食的機樓人士 那樣 就其實呢 我覺得他這個聯合聲明 已經寫得很mild 就是很客氣 第一他沒有開名罵他 第二就是 其實這個指控不止 我找回新聞出來看 很嚴重的 講到 我找回新聞出來看 你看他寫什麼 他說 這個蘋果日報報道 就說 他現在事源 就是青山灣 有一幫人 就是被機樓的人士 那些呢 就大部分 我們相信都是假難民 來的 那一會再說什麼叫假難民 那些人已經截食了一段時間 那些人已經截食了一段時間 《蘋果日報》的報道說什麼 你看看 過去一週呢 有兩人因為截食失去知覺 之後呢 還要送 有人回到中心後更被毆打 引述有關人士 承認有機樓人士遲遲未獲發治療癌症的藥 也有藍醫生對穆斯林女性全裸搜身 關注就說你說得很嚴重 這個真的非常之嚴重 是的 但求證過也不是這樣 你有沒有求證過呢 有沒有這樣的事發生呢 其實這一宗這樣的青山灣 有人絕食 即是機樓人士絕食的 已經炒作了 由七月一直炒作到現在 炒了整個月 炒了整個月 那誰幫這一幫機樓人士的呢 就是很出名 專門幫那些假難民的 大家記得誰 張超雄 坐過牢的邵家樽 朱凱迪也有份出聲的 事源就是有一幫被激留了一段時間 這些藍亞裔的人士 其實這些都是申請了 免犯犯申請 即是叫號刑申請 申請了這些 但多數都不是真的 什麼叫假呢 什麼叫假難民呢 如果大家有跟開我的工作的話 就會知道 過去很多年來 我一直都是跟進這個 這個假難民的問題 香港有一個法例 就是叫做免犯犯聲稱 那就是說 有任何人 如果踏足香港入境之後 你來了香港入境 之後 然後你就舉手 就說 我有機會 不是 我有機會回回我的家鄉 就會被酷刑對待 或者不人道對待 或者宗教迫害 政治迫害 然後我就申請這個 免犯犯聲稱 即是你不可以免犯犯 即是你不可以免犯犯 即是你不可以免犯犯我 你不可以免犯犯我 那就申請成為一個難民 即是如果確定了你是合資格 是號刑聲請 免犯聲請的話 其實我們香港不是難民收容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會交給聯合國 聯合國就會接收這些人 去找個地方去收容他們 都不是留在香港的 但是呢 我們的制度就有很多的流動 過往呢 就很多人來到香港 就申請說 我是有機會被酷刑對待 他就留在那裡 接著呢 他就要經過一個審批 因為那個審批時間 沒有設上限 所以我叫你來interview 給我一些文件 那你就說 我不會聽你說的那些話 你要用回我家鄉 不知什麼話 那就找不到一些翻譯 我就不拖你 然後總之用盡十萬九千七個道理 理由不斷拖 有些人拖多久 拖了十年 在香港結婚 生孩子 總之一直在拖 另外我們也發現了 有些黑社會背景的團體 就去那些南亞地方 招兵賣賣 就是登廣告 就說叫你來香港 來香港做事 他們還要給錢 給水腳 給幾萬元來香港 來了香港之後 就會幫你去做黑工 去做黑工 然後去賺錢 然後你就還回 然後在香港就可以吃大茶飯 即是扮難民來打工 是的 但其實他在香港 這些申請免犯 申請的人 在香港是不可以工作的 他們拿著所謂的 逛街址 但是不能工作 所以很多人做黑工 然後在香港運內之後 現在有自己的字頭 自己的幫派 有幫黑社會做事 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們涉及很多 拼頭搶東西 黃賭毒 是的 黃賭毒 很多販毒 除了黑工之外 就是販毒 那些黑社會勾當 對我們香港來說 是一個治安的計時炸彈 除了治安之外 他每年燒我們很多錢 幾十億 原來燒走 我手上的資料 已經講得很清楚 一四至一五年度 七個財政年度 我們用在這些人身上 六十億 好誇張這條數 接下來這個年度 還要給十二億 十二億一年 其實是什麼呢 我們還要給他 有法律支援 還有人道支援 人道支援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基本生活費 每人每月有三千多元 好像中援一樣 每人每月有三千多元 然後法律呢 就是法律支援 譬如你去申請的時候 你說我要找律師 他就找個律師給你 然後你已經判了他不是 他可以上訴 上訴你都判了他不是難民 他還可以去JR JR你又給法律支援 然後JR交叉他 他都可以上訴這個JR 一直不斷拖 過往這幾年 就是一直拖拖拖 現在只是去JR排隊 那些幾千單 我再次去過看 難怪這麼多男人 幾千單 接下來就花了我們多少錢呢 就是天文數字 最大的問題就是 由09年至今年6月 已經處理了22000多單這些申請 有多少確立呢 只有216 就是0.1% 就是擺明他們在這裏玩法律 即是他們想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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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段時間賺多錢 還有指定某一些律師樓去做這些生意 只是律師費 接下來今年就花1.2億 很明顯是自己人 自己人都有鋪排 直接是一條龍服務 是嗎 有些是坐飛機來的 來到香港 一下機就有律師代表幫他們申請這個 其實香港現在所謂的黑社會 很大部分都已經是藍藥藥人士 大家都明白 其實都是背後有一些可能非法的操控 所以你說這次這個 絕食這班人是什麽一回事呢 為什麽有些人會在這個青山灣激留中心呢 我問過了 很多其實就是來了香港 作奸犯貨 被人抓去坐牢 有些是很嚴重的罪行 例如打劫 傷人 販毒 可能坐了五六七年牢 坐完牢之後 然後就來這個青山灣那裏等遣返 其實如果他們要被遣返的話 原本就可以立即遣返他們的 但是發生什麽事呢 他們申請JR這個免遣返申請 那你就排站在那裏等 那你等的時候 他們現在就說要求要出來自由活動 但是因為他們很多大部分 都是這些重犯 聽他們說其實九成都有行街子 在行街 其實都是幾百人在裏面 其實現在大概有三百五十個 這些涉嫌假難民 就在青山灣 那大家認為 應不應該放他們出來行街 當然不行 那麼危險 那張超雄 邵家津那些 就說不人道 為什麼要幫他們呢 就算他犯了法 他已經坐完牢了 就是現在坐完牢 就是一個重生的人 你應該放他們出來 但是很多呢 是犯完又犯 犯完又犯的了 那這些人 如果你放他出來 他又再繼續犯法 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要繼續放他出來 還是應該 準備遣返他呢 如果他要放出來很容易 他不JR就可以了 他自己不申請JR 就可以馬上回向下 但是這些人又繼續在這裏 申請JR 其實很明顯是有問題 我都不明白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為什麼要不斷幫 他們是否自己私信 我覺得有問題 你們說假難民之父 為什麼要做假難民之父 如果你真的難民 我覺得幫你們 大家沒有所謂 我相信香港人都很同意 但是你們擺明就是拖 在那裏 沒有證沒有句 其實呢 如果我們說真的 這些事情 我剛剛再出了封信 這封是8月19日 又再出了封信 就是給李家超保安局局長 就要求今年底之前 就要提交 入境修訂條例草案 為什麼 剛才我說 他們其中一個漏洞 就是可以不斷拖 一定要修改法例 不可以給你這麼拖 要有時限 同不同意啊 大家 你不可以給他不斷拖 所以現在是有很多這些 如果你想證明你真的是難民 我相信一次兩次都可以證明 沒有理由 讓你拖十年八年 你很明顯是我們對你們仁慈 其實對我們就很不人道 殘忍 香港有很多辛苦的人 還有這些 《蘋果日報》這些報導 很離譜 他說有兩個人已經送丸 失去知覺 因為絕食失去知覺 我們問過 其實他們自己去問入境事務處 都答得很清楚 其實他們雖然絕食 但是他們有喝奶茶 他們有喝奶 有喝奶茶 沒有人送過院 沒有人失去知覺 沒有人送過院 沒有人失去知覺 然後他們又說有人偷打 其實沒有人偷打 沒有人偷打 然後呢 他簡直說有男醫生 對穆斯林女性傳拿手 就是說你很離譜 沒有發生過 那些醫生是專業醫生來的 不是懲教處的 是外面進來做事的醫生來的 可能會發生這樣的事 就等於新屋嶺 這樣就任你騙 你說什麼都可以 又沒有人在裡面 覺得你自己人 你說到天花龍鳳什麼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 明明就是燒我們 納稅人的血汗錢 是不是 黃國興說 60億 免免所有公屋戶 兩個月都不用60億 兩個月租金 是不是 我們這些錢是不是應該要來這樣花呢 為什麼這幫人手指咬出不咬入呢 就是幫這些假難民涉嫌 大部分都是 假難民來騙我們香港市民錢 去搞破壞我們香港的治安 還要有一些這樣的報紙去誣衊 我們一些紀律部隊 很明顯他是故意要作大些東西 去引起公眾人士關注 是啊 如果他不作大 可能今天我們都未必會說 是啊 但是他們就想 他用這件事 他又說要去聯合國投訴 又打他一些國際線牌 總之就要誣衊到 我們香港 香港人權很差 人權問題 香港很差 總之香港就是一個 民不了生的地方 極權社會 這個就是他們想描述的香港 我們千萬不要中他們圈套 希望大家把我們這條片發出去 分享多些 讓大家知道這件事 和事實是怎樣 不要一些報道 你看完就相信 我們應該要用不同的角度去求證 記住這件事 看新聞不要一看就相信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 拜拜